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这也无形中成为我换得换失的来源 我结婚生子之后几乎完全停止了我的创作 我全时间给了我的家庭 因为我的原生家庭非常的破裂 我的母亲在我两岁的时候 她外遇离开我们家 偏偏我又长得很像我妈妈 不论是外表还是个性 所以我一直背负着我妈妈的影子长大 还有家人对我妈妈的愤怒 我曾经是一个很受虐的孩子 家人对我的负面言语 让我从小就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必要的存在 这个是人设 OK 但是这个故事很长 我们今天就不详述了 因为我对爱的缺乏 所以我走进了教会 我很压抑在那里的人 跟我非亲非故 可是他们居然愿意爱我 于是我把教会当成我自己的家 我很愿意摆上我自己 因为我越摆上就越觉得我有存在的价值 然后因着结婚生子我换过了几个教会 可是我的投入只有越来越多 我帮教会拍过见证短片 帮过TV拍过见证短片 我当竹领敬拜 我成为小组长 我成为区长 我参加solo的内在意志服饰 我做了婚姻辅导人 我能做的我来者不拒 我很会激励别人 我对人也充满热情 但是大概除了我现身以外 没有人知道我服饰完 是完全贪婪无力的 而且我会一直陷入不断的自我检讨里面 大概三年多前 有因着我的影片创作 还有教会的施工 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跟挫折 我完全垮了 我再也不能装了 过去我受伤失望的时候 我可以在教会得到安慰 但是我在教会受伤了 我可以去哪里 我对教会的牧师弟兄姐妹 完全失去了信任 我全面地否定所有的人 我厌恶一切假装和睦的虚假关系 我陆续退出了所有的服饰 我远离教会 我躲到我自己的世界里面 因为那是一直以来 我能够保护我自己的底线 不过这一次 我的老方法帮助不了我 我困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对外我不想为自己去深渊 去争辩 但是我心里却不断地 对这些伤害我的事件 反复反复地思考 我知道 我真的知道 我不能够陷入这样的负面控告 我也把我过去所学的全部都拿来用 那些装备 要赞美为夸胜 有没有 我也学过 然后要弃绝谎言的祷告 我也做了 可是 我不管怎么做 那些负面的念头 就像那个难闻的气味 一直在弥漫过来 然后我学黄国伦牧师 大声斥责那二者离开 没有用 然后我也只想到说 是不是我没有饶恕 我就开始饶恕 一个一个点名饶恕 可是我越这样子祷告 越这样子 把这些装备用上来 我越睡不着 我开始严重地失眠 然后心悸 现在还在心悸 胃痛 没有啦 我是因为今天紧张 我晚上没有办法睡觉 我白天也昏昏沉沉 于是我像一个摊子一样 摊在那里 我连起来 做一些基本的事情的能力 都没有 我开始相信 那些环绕我在我身边的 这些声音 因为我做了 所有的装备我都做了 没有用 所以我开始相信这个声音 神不喜悦我 我一定做什么 不讨身喜悦 不然 为什么他允许这些事情 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再怎么努力 都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我小时候的那个没有用 就一直回来 是的 我被人弃绝了 我想我也被神弃绝了 于是那个时候的 我完全失去读经祷告的能力 我知道我要读经祷告 但是我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然后关心我的人 如果以圣经上的真理来 来劝诫我 我一句也听不进去 我受的装备还不够多吗 你讲的我不知道吗 可是我一句都听不进去 反而成为一种控告 控告我活不出来 而有一天 有一天早上昏昏沉沉的我 我终于把一直望向自己的这个视线 就看到那个默默 一直在支持我的老公 在那段时间 他一大早起来做早餐 洗衣服 送小孩上学 然后又再赶着去上班 我不能做的事情 他全做了 然后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声音跟我说 你再不振作起来 他也会垮下去 我突然醒悟过来 说是啊 我的老公无怨无悔 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却一直看着那些伤害我的事情 没有看到还有爱我的先生 还有爱我的孩子 他们这样子爱着我 担待着我 于是我终于哭出来 我开始大喊 祝啊救我 然后 我终于开始起来 面对我的状况 我去振兴医院 看身心科 是的 我害怕面对这件事情 我怕被贴表签 我可是应该是个 刚强有力的人啊 对吧 可是是的 医生说 他给我的诊断 是持续性的抑郁症 不过在那段时间 自从我开始跟神呼救之后 我开始发现上帝 拆派了很多天使在我的身边 对 我贪软下来 结果 我好像过去服事的人 通通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一方面我也没有求救了 说真的 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来了很多 我以前 我根本就没有直接服事过他的人 有一个从Beser回来的 陆倩廷姐妹 她把我重新聚焦在上帝的爱上面 然后也因着这样 我又认识了一位 其实我以前从来不认识她的人 她叫我们称她为胡妈 她因为她有神给她的恩赐 帮我做一些按摩调整 从那个时候到如今 免费的帮我治疗 到如今 我以前完全不认识她 然后呢 我这个时候 然后在那个时候 因为我很习惯性的看一些负面的事件 然后在那时候上帝也很奇妙的 让我开始种玫瑰花 然后我透过我种植玫瑰花 神帮助我把我的眼睛看 去看它转移来 看它创造的美好 当我看着那些我种的玫瑰花开花的时候 我终于打从心里面去赞美神 不是赞美为夸身 是真的打从心里面去赞美神 然后丙韵牧师 韦南牧师 他们其实常常回到淡水的时候 他们知道我的情况 他们会来探望我 然后最后有一次 韦南牧师就跟我说 他也经历过这种不愉快 但是或许把那些没有解决的遗憾 打包起来交给神 然后继续跟神走吧 我很歇喜他们关心我这只 失丧的羊 他接纳我到星星来 让我在这里可以安静的享受 跟大家一起敬拜 一起聚会 然后来到星星的同时 神也开了一条很奇妙的路给我 我考进林阳神学院的牧领资商 在那里我一边学习资商 一边理解自己的商 然后更重要的是 我终于跟神建立了真实的关系 我的心也开始大面积的被神修复 我才明白原来我过去 我居然是用许许多多的服饰 摆在我跟神之间 当这些服饰全部都拿走之后 我才看见我跟神之间 居然有这么遥远的距离 然后那个距离是害怕 因为过去我跟我的原生家庭的关系 是很不好 我没有感受过我的家人爱我 我根本无法想象上帝有多爱我 原来我的这些信仰 一直以来是如此的扭曲 我居然认为我必须做很多的服饰 我才有价值 我才配得祂的救赎 而我对人的饶恕 也是因为基于害怕 神会不饶恕我 所以我去饶恕人 我开始好了起来之后 我开始感谢上帝给我这一段经历 因为这段经历给我最宝贵的学习 就是即使我贪了 我什么都不能为神做 可是却在这段时间 让我真实的经历 祂是无条件爱我 祂拆拍了这么多的天使 把我这个摊子抬到上帝的面前 他们相信上帝有办法救我 因为他们在我最不可爱的时候 愿意陪伴我 也让我相信 上帝没有离弃我 当我贪成这个样子 我也知道 上帝没有责怪我 然后我在祂的爱里面 我完全地得到医治 这个摊子的故事 他说最后耶稣说什么 耶稣对这个摊子说 拿着你的褥子回去吧 神告诉我 那个褥子很宝贵 那个褥子从头到尾吃撑着我 那就是我的老公 然后呢 我想那些抬着我的朋友 我想必他们真的也是有过摊子的经历 因此他们在陪伴我的过程当中 他们没有跟我说什么大道理 他们只是用他们可以的方式陪着我 陪着我这个当时没有价值 一点都不可爱的人 他们把我带到上帝的爱里 而我今天走过了这段经历 我也被呼召成为一个负伤的治疗者 我开始把我学习的资商 开始用来陪伴那些正在受伤的弟兄姐妹 我很乐意成为那个抬摊子的人 因为我真的相信 上帝有办法医治 谢谢